新本土主義強調地方特色 讓大眾更能夠體會台灣之美 何文綺老師出生於民國20年 歷經過政治的動盪 生活的困頓 卻仍堅持她繪畫的決心 至今仍保持高度的創作熱忱 回頭去看50年前的作品 不止有所感觸 更看到那個年代最真實的自己 1962年我在美國華盛頓的一個畫廊發表 然後受到好評 畫也賣一張大概是我的五六個月的薪水 但是那邊的評論家或是伊斯蘭就告訴我說 你來自佛羅摩薩是梅利島 聽說梅利島就像梅的 你為什麼沒有畫裡面梅利島的這色 這樣一被問我就畫廊大悟說 要做一個世界的名畫家不一定要畫 要畫前衛的東西 心敗畫 要畫自己的家鄉的 本土的文化 所以我就把那個設計之後回到台南 重新凝視自己的本土 鄉土重新畫 你好好的畫一定可以感動別人 感動你自己 感動別人 人家已經掏錢出來給你 你不要想賣畫 你把畫畫好一定有人欣賞 你只是想錢 沒有畫的就想錢 這個很醜 這種心很醜 這麼醜的衛生 怎麼能畫出美的東西出來 想親身感受 何文綺的前衛世界 和新本土水彩繪畫展 現正於屏東科技大學的 藝文中心展出 現場有300幅各式作品 何文綺老師將人生最精華的創作集結於此 展期至10月底 歡迎大眾前往參觀 法杰新聞五庸曲 屏東採訪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